第十四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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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节目 想不想看看面具侠的面孔 绝不比你表哥差我 你放我下来天明儿 我跟你说啊 你再不放我下来 我就多了你的手 你天明儿听着你 放我下来 我跟你说话了 快快快快 那个贱民 你敢摔我 是你让我放下你的 那谁让你抱我来 你被绑着 我不抱着你 难道拖着你啊 我我我我我什么我 我怪成的我还累呢 今天吃什么了 尊贵的小姐 这一辈子没有被这么绑过吧 嘴巴如何 我告诉你 你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嗯 妹子 认清形势 现在是你被我给绑了 我表哥很快就会找到我 他会非常非常生气 你会死得非常非常坦 对表哥这么有信心啊 当然了 我我父亲从来不夸赞别人 却只夸赞表哥 你父母很疼爱你吗 废话 我父母当然疼爱我 那你身边的人也很疼爱你 废话 他们怎么改不疼爱我 虽然你这个人吧 挺招人烦的 但是如果有可能 我相信估计所有的女孩 不想像你一样 从来没有经历过挫折 没见过阴暗 被父母还表哥疼爱得 天真无耻 非赢把握 像我一样 他们做梦 你这个臭脾气 我真的很好奇 你父母什么样啊 把你宠成这个样子 我父亲 是天底下最英雄 最厉害的人 那你表哥呢 表哥当然也是啊 两个都是罪 谁是第一 笨蛋 父亲是过去 表哥是将来 我从小没有爹 不知道那种感觉 你跟我讲讲呗 你跟你爹在一起的时候 都做什么 说说 说什么 想不想看看面具侠的面孔 绝不比你表哥差哦 神奇啊 帝王妻被帮废绑走了 帮废说拿药换人 都怪我 我被文小柳给骗了 没有保护好王妻 都起来吧 不是你们的错 是我太轻敌了 才让他们有了可乘之机 这一次 我绝不允许妹妹丢了 所有伤害她的人 都要付出代价